不知宿命苦 与善不尽 不知道过去未来 对善不能尽情 与物不怕 不害怕 没有恐惧感 万善显代 众物造作 只为不知宿业也 这是真的 这是我们的通病 我们许多同学都有 怎么办 首先要肯定 地狱苦 现代的教训 跟故事和不一样 我这个年龄 在二战之前 我们这十几岁 第二 中日战争爆发 卢沟桥四边 那一年我十一岁 那我们从小 接受什么教育 英国教育 那城隍庙的教育 那母亲到城隍庙烧香 带着我们小孩 进城隍庙 去看阎王殿 是电阎王 那个时候阎王殿 都是用泥塑的 地狱变相土 母亲就会一样一样告诉你 你看到这个人 受的这个罪 他为什么会受这个罪 他造什么罪业 我们从小 脑袋里面 都赚的是这些东西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 天天看电脑 那个脑袋里面所赚的 是乱七八糟的 乌烟瘴气 杀到阴王 搞这个了 其实我们接受教育 不相同 社会环境 不相同 那时候人非常朴实 我们在乡村 农村小朋友 再快晚的时候 有的时候争吵 大家 凡是看到我们的大人 通通管我们 他们拉住我们 教训我们 我们都乖乖的听 这风俗啊 等到我们父母看到了 路上行路的人教训我们 都向路人道谢 这是什么 对下一代 每个人都有责任 他做错事情 立刻要帮他做 就这 这正确的 不能说那是那家小孩 我们不要管他 现在不能管 现在管 管出麻烦来了 不能管 怎么办 以前老师教学生 罚贵 我们念小学的时候 也被罚贵过 大受心 挨过打 挨过贵 那是吗 记忆 让你记住 你在这个 扩着扩着 你这一段 挨过打的 记忆就特别深刻 都是好的教训方法了 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学生也不会答 那可不得了 老师要赶快辞职了 学校不要你了 差得太远了 就现在好的东西不教了 多小孩 小孩喜欢 学到他 错了 小孩要教 所以要常常看 地狱这些东西 看多了 就害怕了 那听到地狱 就是寒毛之术 地狱真苦 这能去吗 不能去 这才拼命念福 希望永远不躲地狱 永远离开六道轮回 所以 这些故事 都是不知道 所以 比罗汉 一 尼尼古 尼尼是地狱 其他地狱 阿罗汉 身上流血汗 那为什么呢 他知道 他有寿命统 知道过去 在地狱里的呆鼓 而且不止一次 阿罗汉的寿命统 可以知道 八万节的事情 那个时候 他在物贵道 在出生道 在地狱道 回想 那个时候的日子 流血汗 就是 由阿罗汉 一起 先世在地狱中 种种惨痛 不为之际 流出血汗 二 佛增 这是古大德的名字 先世 生古 忽然开悟 那这个瓜佛里的时候 又有人 不知 先生 母 已为妻 阿罗汉 这个女孩子 前世 是她的母亲 她不知道 她娶她为妻子 不知道 前世的冤家 在主 是谁呢 她儿子 不知 是先生父母 一味美食 她吃的鸡鱼鸭肉 不知道前世是她的父亲 这都是 没有宿命通 见迷 宿命死 探浊 惊世路 霍文本业 本业 本业呢 杰森 演性 这 如果她真的知道了 一下晓得这些人 眼前的这些人 过去是什么关系 就会产生 语言里 溜到轮回的心 这个念头才能懂 孤 极乐过人 映居 宿命之同 极乐世界 人人都知道 都清楚 把过去 无量级的事情 看得清清楚楚 你想 她会推行吗 她会再回到六代 干这个事情 不干了 一心 勇猛精进 早一天 等到究竟圆满的佛国 精进一心 生起来了 那么现在 吃一点裤头 应该点 我来身不吃大裤了 还嫌老实 三点钟起床 起床之后 烧香拜佛 念佛 让佛 这就是她的照顾 那是很辛苦 一生 九十多年 九十二年 她二十岁出家了 修佛九十二年 天天如实 为什么 知道苦 不是知道前世苦 知道这一生苦 十二岁的时候 家乡大汉 农民 没有收尘 爸爸出去 逃饭 被土匪打死 他自己也逃过饭 知道苦 那么他 念 弥陀 念到肆意心不乱 这个神通就恢复了 应该在什么时候 三十多岁 他就知道过去 阿